時間來到了早上 太陽光光升起 小琪與父母一起開車去早餐店吃早餐 進入店內,開始點餐 小琪點了火腿三明治 父母則各點上了豬肉蛋薄 與香煎牛排和飲料 這時候,各位朋友也知道 小孩好奇心一直很強 總是問一問題來烤父母 這時候問了一個問題 裡面包的火腿到底是怎麼製作的呢? 小琪的父親又開始燒腦了 嗨,大家好,我是輝 今天又來說火腿 我們平常去早餐店吃的火腿吐司、漢堡等等 都是我們耳熟人想在菜單上面的選項 但是你有想過,這些火腿是用什麼原料製作的嗎? 其實是由豬肉或牛肉混合製成 當然還有許多其他的添加物 幾乎與我們去夜市吃的牛排 與豬排差不多性質 如果想知道火腿其中的秘密 就繼續看下去吧 如果你對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知識有興趣 並且想要了解 歡迎按讚分享與訂閱喔 記得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喔 先來說說什麼是火腿 為什麼會稱之為火腿呢? 當火腿切片的時候 外觀顏色鮮紅如火 就直接稱之為火腿 一般這種食物 都會經過醃製、煙燻、發酵和乾燥處理的 醃製動物後腿 大多來自於豬後腿 或者是以豬、牛肉的肉粒來混合 添加澱粉或食品添加劑 壓制而成的三明治火腿 在古代 沒有橡皮箱能夠完整保存食物的辦法 最能夠防止食物腐爛的最佳加工方法 就是會在食物上抹上鹽巴醃製 或者是直接風乾 來延長保存期限 而火腿就是其中一項延伸的產物 有一些國家會以特殊的方法來製造火腿 而成為局勢文明著名的美食 那麼火腿的種類分為哪幾種呢? 第一種 熟火腿 常用一整塊豬後腿的肉來製作 通常會將火腿浸泡在含有水、鹽、蜜糖等調味料互合成的醬汁 再經過烹調、煙燻、或者用煮沸的肉湯來醃製 熟火腿也是熟成肉品的一種 但是熟成的時間較短 大豆醃製1-7天就可以完成 另一種方法則是將生的豬後腿 放到鹽水中泡製數天 當作熟成的動作 撈出來後放到高湯中噴煮 就完成 有一些工廠標榜熟火腿強調春天安生產 不會添加任何的雅硝酸鹽、或者是防腐劑 因此在開封後 超過5天就有可能會氧化變綠 要盡快的使用 第二種 生火腿 製作的過程沒有蒸煮與加熱的步驟 直接把一整隻帶骨豬後腿 以鹽醃製 再掉掛風乾熟成的火腿 不斷可以讓鹽 滲入肉中 達到調味防腐的作用 而且還可以使豬腿脫水 醃製一段時間後清洗乾淨 之後在有溫空的環境中長時間熟成 熟成的時間越久 火腿的味道則越豐富 我們聽到的西班牙伊比利火腿 正是生火腿的一種 第三種 蟲煮火腿 用豬肉作為原料 經過去骨攪碎、醃製等步驟 在填充入長衣模具後 拧油煮沸後冷卻 再做包裝和製成的食品 火腿的肉類原料不一定完全是豬肉 當然也有可能加入雞蛋 當作粘稠劑 以及加入豬腥、牛腥 讓產品更加鮮紅等等 第四種 三明治火腿 或稱作鴨型火腿 鴨制火腿 主要是以碎肉、肉漿、澱粉 再加入調味料 或者是添加劑 經過鴨制與蒸煮的食品 經常用於三明治或者漢堡的配料 最後填充住腸膜內壓製而成 方形的叫做方火腿 圓形則叫火腿腸 這些通稱為火腿 三明治火腿與蟲煮火腿都屬於蟲煮製品 在原料上大同小異 僅僅差別在於製成和添加物的不同 在其中的添加物、大豆蛋白 這是為了將肉與肉之間產生黏著性 類似用蛋液與肉團混合達到凝合效果 可以使肉團中的油水可以更穩定的混合 增加肉的口感 除了火腿之外 像是肋狗、香腸、漢堡排 或者是平價牛排 都會用到從煮肉 不能接受的朋友 可以挑選圓形的肉片 但是價格較高 一般的以為製作火腿 添加著雅酸酸鹽的目的 除了為了保持鮮艷紅色的色澤 最重要的功能是抑制肉乳感菌的生長 以使固量的話會造成人體的危害 今天介紹火腿的知識 大家有了解了嗎? 平常我們吃的火腿 也包含很多添加物 並非完全是由豬肉做成 不吃牛的朋友要注意產品上的標籤說明 當然正牌的熟成火腿價格高昂 但是台灣都會有進口 也可以從網絡上選擇有品牌的商家購買 如果今天的說明對你有幫助 別忘了按讚與分享給群朋好友 我們下次見 掰掰